这是我见过玩得最难的一期荒野求生 21天里有18天都在下大雨 虽然带了大火棒 但始终无法生活 十几天里只是吃了几个野果子 最后饿得连地上的蚂蚁都不放过 难 真的太难了 最后这位求生大佬能否挑战成功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本期男主叫鲁蛋 生存平分8点 曾经两次参加野外荒野挑战 第一次是在巴西荒野 十几斤的大马蛇 他拿着刀说开就开 尽管后面十几天被大雨淋成狗 最后也带着妹子坚持了下来 第二次是挑战非洲荒芜 拉弓射箭徒手单杀大雨猪 最后是烤猪肉吃坏了肚子 导致便秘十几天还大肠感军感染 最终落了个被淘汰遗憾收场 这次重回荒野 钱不钱的没关系 主要是为了找回之前丢失的面子 而他的女队友叫凯莉 生存平分8.2 也是个嘎嘎强的求生专家 曾经在巴拿马挑战过21天求生 当时男队友第四天就选不该跑路了 最后套了一波马风熬到了最后 另外还在非洲挑战过41天求生 幸好意外捡到的一只乌龟 让他们吊着一口气活了下来 才让这六人组合艰难地完成挑战 这次参加挑战 主要是最近白面粉涨价了 想赢点奖金回家一次吸个够 两人因为都不是新手 所以脱衣环节并没感到害羞 三两下脱光后 随后就开启了本次副本 这次两人挑战的是厄瓜多尔丛丽 常年潮湿高温多雨是这里的主要特征 时不时来个山红爆发都是常有的事 空气湿度高的更是让人呼吸多亏 而潮湿的环境往往隐藏着大危险 吸血纹和各种各样的毒虫 看着都让人头皮发麻 更有毒蛇和美毒蛇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小可爱 来到这 要是没点真本事 保证你活不过两击 就被人打爆另回家半酒席了 刚踏起荒野 妹子就感觉全身都湿透了 对于这种环境并没抱怨 反而还有点小兴奋 凯莉表示自己上两次遇到的都是人犯 整个挑战几乎都是她在投喂男队友 而这次挑战决定反过来玩一次 意思就是想找个大冤重躺着拿奖金 一段时间后 两人终于成功相遇 看到队友是个光头大猛 凯莉瞬间感觉自己更适量 鲁蛋看到妹子竟然是曾经一起挑战的队友 也是兴奋的一时间与乌伦次起来 两人迫不及待地来了个拥抱 那乐开花的心情才慢慢平复下来 节目组给两人提供的道具并不多 一个打火把一捆伞绳 还有把大砍刀 好家伙 竟然没带祖传大铁锅 难道这次要走挨恶路线吗 根据地图指示 两人还要徒步五公里 才到挑战目的地 地图上标记着一路都是芭蕉树 有了她既能吃到香蕉 还能用椒叶来盖房子 妥妥地求生极品资源 两人一路沿着山下走去 本以为山路会走得很轻松 不料妹子下一秒就被扎得呱呱叫起来了 再加上潮湿的山路非常泥泞 两人不得不放慢脚步谨慎赶路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片芭蕉地里 可香蕉没找到一根 野生辣条倒是有不少 两人也没过多停留 而是继续赶路 没过多久来到了一处山泉水处 这些水是流动的可以直接引入 也不管它三七二十几了 两人捧起就喝了个水饱 雨林的光照会比其他地方消失得快 所以两人得赶紧找到 搭建庇护所的地方采取 很快来到了一处比较空旷区域 两人当即决定庇护所就搭建在这里 鲁蛋转身就扔起大刀开始收集材料 并且着手搭建庇护所 而妹子则在附近收集芭蕉叶 这是做屋顶挡雨的绝佳材料 天空下着小雨 而且气温还冻得要命 要是没有庇护所 两人估计今晚都熬不过去 但鲁蛋很快就发现了个大问题 原本选定的区域周围长着大量茄麻树 在此处搭建庇护所 肯定会把它们扎成筛子 所以鲁蛋打算到芭蕉树下造房子 可妹子又怕芭蕉树周围会有毒蛇出沫 但当下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能将就一下了 先是在地下铺一层芭蕉叶做防水 接着再用伞绳将木架牢牢固定起来 最后再往屋顶 铺一层芭蕉叶用来挡雨 一直搞到天黑 两人总算把庇护所搞了出来 但半夜的时候又下起了雷暴雨 这个简陋的临时庇护所就开始扛不住了 他们直接用芭蕉叶盖在身上挡雨 但冷实在太冷了 妹子表示这温度就跟睡在停尸柜里差不多 看来今晚注定是一个不免夜的 好不容易才熬到第二天 妹子被冷得还剩半条命 鲁蛋表示自己已经快不行了 就连脚丫子被水泡的都已经发白 这种经历两人都不想再经历一次 所以他们今天的任务是重新搭建庇护所 首先砍下一棵大树 做成一个大型框架 再往屋顶铺满树叶做防水 经过两人一番操作 一个野外庇护所2.0版本很快问世 再给营地搞个火堆就完美了 为了隔绝地面的潮湿 他们还做了个屋内火坑 可当他们刚想生火时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眼看生火无望也只能先进屋避雨了 可不料庇护所漏水严重 屋内一下子就开始积水起来 没办法只能冒着大雨对屋顶进行修复 但这雨水就跟不要前时的一直下到晚上 没有火堆的两人只能在屋内瑟瑟发抖 好不容易才熬到第三天 由于长时间暴露在潮湿的环境中 妹子的脚被水泡得彼死了三天的尸体都还要白 要是再这样下去 双脚很可能会因潮湿腐烂而被感染 现在急需一个火堆将其烘干采集 但在刚下过雨的环境下生活谈何人意 即便下雨两人也不敢闲下来 他们得趁着现在多收集一些木柴回来 等到太阳出来晒干就有用了 可踩在湿润的地面上 双脚就会被水腐蚀得更加严重 这把凯莉折磨得都快怀疑人生了 好在不久后太阳终于出来了 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两人赶紧坐在太阳下瞧着双脚晒干 可正当他们庆幸能把柴火晾干时 此时天空又聚起了大片乌雨 看来一场大暴雨是跑不掉了 于是他们又赶紧到周围收起芭蕉叶 他们可不想再经历一次被淋成狗的感觉 到了晚上 虽然已经不下雨 但周围的吸血门却突然围冷过来 今夜两人在庇护所里 根本无法入睡 时间终于来到了第四天 卤蛋的腹肌已经消失 反而多出了一大片红疹子 现在他们除了庇护所 连个火堆都还没有 更别说能吃上什么蛋白质食物了 饥饿和寒冷让两人陷入了生存困境 就在两人怀疑人生时 突然发现前方出现小辣条 妹子刚想上去给他来一套物理超度 不料卤蛋却用棍子给他吓跑了 眼看快到嘴边的蛋白质在眼前消失 这把妹子气得一脸无奈 卤蛋还开玩笑说那玩意有毒不好吃 要不是摄像头对着 真想当场给他捅起刀子 不过很快他们又发现了树上的野果子 看样子像是野生的橙子 妹子随手就摘下两个试试果然不错 看看这鲜美诱人的果肉 要不是看见他们亲身在树上摘的 我还以为是导演去市场买来的道具呢 一块果肉下肚 卤蛋的高潮差点都吃出来了 两人一次性吃了个满饱才准罢休 吃饱后继续在林子里探索 他们又发现了一颗野生凤里树 虽然还没有结出果实 但其树心是上好的碳上化合物 一口咬下去那甘甜的滋味就跟甘蔗一样 虽然口感有点扎嘴 但两人一人吃得紧紧有味的 刚下过雨的山路非常泥泞而且光滑 走在上面感觉跟踩在一坨鼻涕上那么恶心 他们赶路必须小心谨慎才行 不然随时都可能像这样摔得四眼八叉的 这一摔直接把妹子摔出了脑震荡 接到通知后节目组医生马上赶过来 一番检查后发现 脑子进水产生的脑震荡是原本就有的老毛病 而凯莉最严重的是膝盖脱臼 现在双脚稍微弯曲一点就会疼得要命 看来比赛是没办法继续的 最后凯莉被几人抬着躺出了荒野 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以这种方式结束比赛 只是普通摔一销 她就错失了巨额奖金 现在想想眼泪都会憋不住的往外飙 最后跟鲁蛋简单的来了个拥抱 随后就被打包好抬出了荒野 现在只剩下鲁蛋一个人了 一想到自己要独存50万巨额奖金 嘴角就会忍不住的露出一丝丝微笑来 天空继续下着大暴雨 待在壁湖锁里的鲁蛋啥事都没法干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五天 一拜痛失队友后 鲁蛋在这里变得特别谨慎 能慢走绝不赶着跑 甚至看见石头都要翻一盘 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看有没有危险 她发现泥巴上有一排小脚印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这种老鼠留下 鲁蛋当即决定搞几只来考的尸 到周围砍来木棍 打算做一个扶石陷阱 只需用绳索和木棍做成一个三角架 上方再挂一块石金重的大石头 只要猎物触碰到地上的机关后 就会触发陷阱 将猎物牢牢地套住 想法很不错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希望鲁蛋这次能成功收获蛋白质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八天 鲁蛋迫不及待地去检查陷阱 可发现陷阱不但没有被触发 就连诱尔都还在 这对于鲁蛋来说 简直比他戴绿帽还难受 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橙子上了 可刚还没走一会 他又发现了一种黑不溜秋的果实 这些果实叫甜瓜果 虽然没有橙子好吃 但却可以为人体提供不少的能量 放眼望去树上还有一大片 鲁蛋马上手脚并用爬树摘果 只需用力地摇晃果树 鲁蛋就能收集落在地上成熟的果子 时间来到了第九天 鲁蛋看着外面都要怀疑人生了 这里又下起了大暴雨 而且一下就下到天黑的那种 难度 真的太难了 现在又冷又饿还很困 第二天鲁蛋又来到外面检查陷阱 好消息是陷阱竟然被触发了 但坏消息是里面连根毛都没抓到 这把鲁蛋器的嘴上狂吐芬芳 时间来到第十二天 今天终于不再下雨 可怜饿了十几天的鲁蛋 现在就连出门找食物的利息都快没了 饿的时候只能吃点橙子充饥 本想着待在庇护所里 开启摆烂模式 没想到营地里却钻进来一群蚂蚁 现在的鲁蛋是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没办法 只能待在庇护所里捏蚂蚁完了 突然他灵机一动 想着可以用火来消灭这群小可爱 这才想起原来自己还没把火生起来 于是便拿起打火器准备生火 但没想到木柴还是太潮湿 尝试了几次没成功后 鲁蛋也彻底死心了 现在的他已经头脑昏沉地羽无伦刺起来 晚上天空再次响起门鲁 鲁蛋只能在手刮棚里辗转反侧 根本睡不着 他说自己时不时能听到音乐 还听到火车的声音 好家伙 这家伙怕不是噩梦了吧 身上的芭蕉叶即是被刺又是挡舞工具 再这样下去他也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难 真的太难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17天 现在的鲁蛋已经饿得快不行了 距离完成挑战还剩4000时间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熬到最后 这种蚂蚁可是个好东西 饿的时候抓几只来吃勉强还是可以 味道虽然不太好 但口感却跟爆米花差不多 友情提示要是你不饿 千万别乱吃 不然可能会喜提窜息大套餐 还有这种钱麻的果实也可以食用 鲁蛋为了能活到最后也是拼命 直接摘下来一大把就往水里塞 吃完后直接倒在地上就晕了过去 医生这边收到异查 也是吓得一脸发青 赶忙来到鲁蛋庇护所前查看情况 没想到鲁蛋说自己只是有点头晕 没并有其他什么不适 为了安全考虑 导演还是提前终结了鲁蛋的挑战 一切来的都那么莫名其妙 鲁蛋一时间还难以接受 一个大男人直接就飙出了眼泪了 最终鲁蛋被迫强制退赛 他抓破脑袋都没想到会以这种形式被淘汰 至此他在荒野成功生存了18天 体重以下降了20磅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